日带风暴 谭美星期四登陆菲律宾东北部海岸带来的狂风暴雨 引发大规模洪水和土石流 至今已经夺走至少26条人命 超过16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无家可归 根据菲律宾国家气象局 谭美在东北部城镇迪维拉坎登陆 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个小时95公里 目前正向西边移动 穿过科迪勒拉北部的山区 朝南海方向移动 气象局警告菲律宾北部一些省份可能出现强降雨 洪水 土崩 中部比克尔地区首当其冲 当地政府已经下令位于风暴路径的学校和企业停工停课 菲律宾航空交通也大受影响 全国至少有十多趟航班取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